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来也惭愧 虽然去过很多次甲骨文球馆 但是自从勇士队搬迁之摩根大通中心球馆之后 便再也没有亲临现场看过比赛 这次有机会和朋友一起时隔多年再回NBA现场还是非常兴奋的 希望重温一下勇士队的辉煌 也能参观一下新的球馆 进入球馆之前我们先去逛了一下纪念品商店 满墙的球衣 各种风格的球帽 库里的小人偶 还有可以打印上自己名字的球衣 让我眼花缭乱 150美元一件的球衣 小伙伴们觉得贵吗 走出纪念品商店 我们又沿着球馆的腕围绕了一圈 由于坐落在旧金山市的Mission Bay地区 我们可以远眺旧金山海湾 今天的能见度还不错 也有机会和勇士队对标合影 在众多的勇士球迷中 我还发现了一个退役的马次球员 进入球馆之后 整个大通中心还是给人一种非常现代化的感觉 作为荆州勇士队的新主场 大通中心于2019年9月开放 可以容纳18000名观众 并且有幸见证了勇士队21-22赛季的重回巅峰 今天出了一个大问题 我发现库里和文斑亚马都受伤都没法登场了 所以今天我们只能来看汤姆森了 我发现库里和文斑亚马都受伤都没法登场了 我发现我这个票价一下会贬值很多 库里看不到 文斑亚马也看不到 前两天他们还很健康 今天全完全受伤了 是不是约好的 我这是晕死 这次我买的是下层的17牌 基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清球员的样貌 加上所有的费用 差不多花费了500美元 本以为是个不错的买卖 不过这两个球星不上了 让我觉得瞬间血亏 最近格林状态不错 三分球更是创了生涯新高 库明家小伙也打得不错 球员热身的时候 嘴哥还是一副悠闲自在的状态 Let's go Dub Nation No words needed What a drea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场还是很给力的 尤其当荆州武术家追梦格林先生入场的时候 全场沸腾 今天勇士上来就是砰砰砰一顿打铁 最后还是有库明家打破了僵局 反观马刺这边反而打得更有章法 没过多久 科尔就开始换人了 我才意识到原来汤神和嘴哥今天都是替补 打铁归打铁 现场的球迷还是非常热情的 虽然没有看到库里和文班亚麻 但是现场来了另一位大腕 网球天王费德勒 竟然在现场出现了 汤神今天手感不错 第一节还来了个鸭哨 只可惜勇士整体手感不佳 半场已经落后19分了 科尔和波波维奇也算是一对非常有名的师徒教练了 马刺队今天三分齐准 竟然高达60%的命中率 我也是罪了 第四节一上来 库明家左突右头 一度帮助勇士队把比分破进到个为数 现场DJ也开始活跃气氛 各种发球衣 鼓励球迷跳舞的活动 全部安排起来 无奈今晚马刺的进攻实在是太好了 勇士还是遗憾的输掉了比赛 中场结束后我和朋友一路往下走 来到了我们可以离球场最近的位置 想近距离感受下这个角度怎么样 给今天的比赛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还是蛮遗憾没有看到两边球队的核心球员 当然费天王的出现弥补了一点我的失落 今年的勇士确实很困难 想要复制二二年的神奇可能是难上加难 但是还是让我们喊出那一句勇士总冠军 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也是勇士球迷 请记得帮我一键三连 我们see you next time 男嘉宾 这就是买出国 收睾的了 Dre 这个运行之后 sections 阳 职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